4年前去台湾呢 其实我真的没有经历过普选这个事情 去了台湾官选是一个令我想去台湾居住的地方 不论你们说可能台湾也有人离开台湾去其他地方找机会 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台湾的话我可以用我的投票 我的选举的权力去尽一点点的能力改变一点事情 我就进出来上一晚赢的时候就感觉可能台湾会有什么变化 4年之后肯定会有什么变化 然后大家感觉气氛在台北就是很高兴很有期待 其实我非常失望因为我非常喜欢的绿色盟没有过半 但是呢预加让我见识到民主其实不是一次投票可以终结的 它是整个社会的长远的努力 所以当台湾人民问我羡不羡慕他们有民主的时候 其实我一点都不羡慕 因为我知道投票并不是结果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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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于民主的原则 在最大的民意基础上来推动 其实这次选举的结果都很没出乎意念 都是蔡英明总统当选 但反而我觉得在立委和政党的生态其实都挺有趣的 因为士林做了第三大政党 那我都很想知道 因为他一直都好像和民进党结盟 那我很想知道他在议会怎么发挥 他可以counter这个执政的能力 要是因为别人不满国民党而当选的话 要先下一届别人不满民进党 国民党又当选了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 无论如何在一个有普选民主的社会 这个很重要 这个基本上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层面的所有地方 而不像香港那样子 所有东西都得靠中国 都得看共产党的面子